大家好,今天为您解读一本名为《单身女性时代》的书 这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的纪实作品 其切入点在于当代女性单身潮 而美国正处于这一潮流的最前沿 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不再以婚姻为人生目标 她们对自我和婚姻的全新观念正在改变着美国社会观念和家庭生活 进入21世纪后,似乎整个世界都将迎来单身汉时代 在传统的单身大国日本,成年人口约占到了35% 最近几年,韩国的实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九成未婚 尤其是欧美女性婚姻状况的改变 英美单身女性比例首次超过已婚者 人口学家担忧地指出 一些国家的性别比例本来就不平衡 女性单身人口的持续增加会使单身男性数量增加 从而导致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 但是,不管人口学家们怎么说 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人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 于是,圣女这个概念就产生了 这意味着这些高龄未婚女性正在错失婚姻的最后一班车 但是,女人们却不这么认为 很多人都表示,就算不结婚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其实这几年来,全球单身的风潮越来越大了 比不结婚,晚婚要复杂得多 仅仅50年前,我们还会看到单身生活 特别是女性 女人总是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 小时候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年轻的时候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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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年丧偶,则与家人同居 总之,女人的生活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对于当代人来说 单身可能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不介意把这种转变 转变成一种长期生活方式 把单身生活转变成个人主动选择 在单身女性的时代里 这本书关注的是全球女性独身潮 这里的单身女性指的是 无婚史、丧偶、离异和分居的女性 作者利贝卡特雷斯特 是一位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 都有很好的分析能力 这一次 他通过描绘30余位单身女性的群像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独立的群体 在思想经济和两性关系方面 其实 理解这个群体 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 单身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经历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过渡状态 或者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 本书除了向圣女证明 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更新观念 更好地理解单身状态 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 当我们认识到 单身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 那么重新投入到这个变化多端的现代社会 也许会更从容 接下来 我将向您介绍单身女性群体的特点和时代意义 首先来说说现状吧 美国女性越来越多地选择了单身和晚婚 她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那么 我们再看看历史 美国女性的自我意识 社会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最后说一句 如果单身女性时代来临 它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社会需要做什么准备 首先 让我们先谈谈当代美国单身女性的生存状况 我们通常认为 在欧美 结婚只是个人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很多未婚的欧美女性 也面临着巨大的婚姻焦虑 在DJ的单身日记里 主人宣布里奇特琼斯 一满32岁 就迫不及待地想嫁人 在他看来 女人恋爱结婚 就像是抢凳子 30多岁 还没找到男朋友的女孩子 就像是音乐停了 还没找到凳子的人 在婚姻游戏里被淘汰了 但是现在 游戏规则可能要改变了 我们从单身女性时代 终了解到 30岁前美国妇女结婚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 根据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美国女性只有20% 选择在29岁之前结婚 到了1960年代 这个数字就达到了60% 尽管女性结婚年龄 在迅速地推后 但主流社会观念 仍未与之同步 作者列举了一些美国人 对于单身群体的普遍误解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种误解是 人们通常认为 单身女性过着孤独而又可怜的生活 这是一种传统的看法 20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中 未婚的女人大多性格古怪 思想扭曲 经常被作者嘲讽 单身者的孤独 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刻板印象 因为孤独和寂寞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心理学 通过跟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现 即使是完全孤独的人 也会感到满足 相反 孤独感只有在社会交往的数量 和亲密程度 达不到预期水平时才会产生 所以 单身并非造成孤独痛苦的根本原因 良好的社交关系 深厚的友谊 也能让你有足够的归属感 相反 婚姻关系 未必是消除孤独的万能良药 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女人 她的名字叫做利贝卡 她说 当她恋爱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起做的 从洗衣服到出门 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 导致她和外界的联系 变得越来越小 她感到孤单 而在这段感情结束以后 她又开始了新的人生 通过足球和保龄球俱乐部认识新的朋友 工作上也有进步 认识了更多的新同事和合作伙伴建立了网站 出版了书籍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她这样描述她的人生 恋爱时 内心最孤独 单身时最有支持 理解 欣赏 所以 有了伴侣 未必就会觉得充实 单身并不代表寂寞 事实上 随着单身观念的流行 甚至影响到婚姻中的相处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 希望在婚姻中 给个人留出空间 新晋出现的半堂婚姻 便是其中之一 夫妻在城市里分居 住在一起 却又相对独立 日本民间婚姻 也反映了婚姻形式 和个人自由 毕业于婚姻 是指在长期婚姻生活之后 厌倦生活的夫妇 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 而决定分开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单身已经不再是一种 被动的选择 而是一种积极而理性的选择 人们渴望找到亲密关系 和个人自由的平衡点 第二种普遍的误解 是单身女性 过度关注自己 自私和自恋 欲望都市 中的女主人公 不幸地成了物质 和放纵的代表 据中台词 单身女性的路 一直都很难走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鞋子 成为女性消费的风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孩子气和不理性的婚恋观念 是导致女性单身的罪魁祸首 娇生惯养的都市白领们 要的东西太多了 她们既想要完美的爱人 又想要完整的自我 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要求 既要有伴侣 又要有事业 这使得她们很难找到 一个能让她们满意的婚姻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把对自我的关注 作为中性的表述 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因为自我实现而推迟结婚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 在他的《单身社会》 艺术中精辟地指出 当代人对成功和幸福的追求 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联系 而是依赖于个人 是否有机会 寻求更好的选择 换言之 婚姻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 是获得成功与幸福的必经之路 也不再是体现 自我价值的唯一载体 只是一种选择 理想的婚姻 可以带来幸福和幸福 但是有意义的生活 并不一定非要结婚不可 当代女性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其中包括事业 忠诚的朋友 丰富的生活经验 独立的经济权利 因此 通过分析以上两个 常见的社会误解 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美国当代女性来说 婚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在逐渐降低 这一点在经济学上 也能得到有利的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 人们结婚 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婚姻 人们是否结婚 是为了平衡婚姻的成本 和收益 当婚姻带来的利益 超过单身带来的利益时 人们选择结婚 对于女性来说 传统婚姻带来的好处 包括稳定的经济来源 积极的社会评价 以及生育后代等 而在当代社会 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 精神生活与价值观念 也日趋多元化 许多收入原本只能通过 婚姻渠道获得 现在却被其他形式的 非婚形式所取代 在这段时间里 婚姻的重要性自然降低了 同样 当我们以经济收入 作为衡量婚姻选择的标准时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高学历 高收入的女性 成为了晚婚 或未婚族的中流砥柱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女博士和女高管 是相亲鄙视链的最底层 但事实上 这是因为 对于经济独立的女性来说 婚姻的经济效用似乎更低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考虑 如何减少婚姻和生育 对她们职业生涯的影响 所以 她们选择晚婚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 争取更多的时间 在了解了美国单身女性现状后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 根据国家民政局2005年统计 中国单身成年人将近两亿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 单身和晚婚的女性比例 明显上升 尤其是一线城市 比如上海 女性首次结婚年龄 约28岁 比许多欧美发达国家都要早 有趣的是 在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的大城市里 由焦虑的父母自发组成的 相亲角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相亲这种事情 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往往会和老一辈的人发生冲突 这也是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 婚姻是女人最终的归宿 女性的社会价值 个人品德的成败与婚姻 有一定的联系 但对于当代女性而言 她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加多元 不管是否结婚 是否生育 她们的经验选择 恋爱和工作都构成了她们的生活 现代女性不必通过婚姻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发现 尽管美国的单身女性数量迅速增加 但是主流社会 还是把女性的价值 与婚姻是否成功挂钩 忽视了一个自由 独立 重视自我的群体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单身女性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 同时 她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其实 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 很多人都不明白 三十几岁还没结婚 有趣的是 大多数农村姑娘 在城市里长大后 都不愿意早早地结婚生子 这也是晚婚和早婚的一个侧面 这种差异 与其说是城乡差异 不如说是工业化程度 和城市化程度造成的 事实上 工业化和城市化 是女性单身的土壤 美国女性单身率持续上升 这也是城市特有的一种现象 那么 下一部分 我们来看看美国单身女性 到底是如何兴起的 城市化 有什么作用 首先 都市化提供了女性单身的经济基础 17世纪至18世纪 美国开始由农业经济 向工业经济过渡 城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使得妇女 纷纷离开乡村 到城镇挣钱谋生 但是 出于对年龄较大的未婚女性的歧视 一开始能够提供给未婚女性的职业并不多 通常是助产室 裁缝 护师等等 一些被认为符合女性天性的职业 对于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的未婚女性来说 家教几乎是最理想的职业 据统计 1800年美国教师中男性占90% 到2000年女性占教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女性占总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有趣 因为人们认为教师这份工作 可以减轻不婚带来的耻辱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工业国家 同时 发明了新的设备 使复杂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 现在弱小的女人也能胜任 20世纪初 纺织厂的卷烟厂里一半的工人都是女性 而且这些女人大部分都是未婚的 因为她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 城市能够提供的工作种类越来越多 随着打字机和电话机的发明 女性开始大量涌入 并垄断了政府部门如打字员 电话接线员等职业部门的扩张 可以说 工作机会让女性成为单身女性的资本 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 20世纪头20年间 未婚者总占就业妇女的60%以上 部分原因在于 在某些行业 女性大量聚集 打破了性别平衡 使她们找丈夫变得更加困难 但另一方面 城市单身女性也认识到 寻找丈夫不再是生活的全部 城市化不仅提供了女性单身的经济基础 同时也创造了女性单身的精神氛围 城市精神曾被无数作家歌颂 被视为自由的象征 城市为什么要自由 我们知道 乡村生活往往是由家庭 士族甚至宗教力量构成的纽带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个人难以厘清判斗 承受巨大的家庭压力 并被社会孤立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熔炉 此外 都市生活给城市居民 带来了一种对新奇事物的渴望 传统上 人们对未婚女性外出工作的态度 既有歧视 也有反感 但这种心态 在20世纪初的城市花浪潮中 迅速消退 当时 纽约中产阶级妇女乘坐 油轨电车上下班 是一种既时髦又令人兴奋的浪漫生活方式 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 都市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懵懂 她们开始认识到 除了婚姻之外 这个世界还有生存之道 她们渴望走出家门 开创属于自己的新故事 而另一些未生计 而苦苦挣扎的女性 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个体命运 全力保障息息相关 20世纪初期 美国的工厂 只顾着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利润 压榨女工已经令人难以忍受 一天工作15小时 工资不足男性一半 工作环境恶劣 安全设施缺乏 在城市自由的精神影响下 人类的权利和女性的权利 已经不能再被忽视了 于是 女工们开始团结起来 要求罢工 反对恶劣的工作环境 1908年3月8日 国际妇女节的前身是纽约的真知业妇女游行 1931年3月的一场大火把美国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 当时一家女衬衫厂为了防止偷窃 把工人们锁在工厂里 使工人们无处可逃 大火造成146名工人丧生 其中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女孩 这场惨烈的大火 让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人权和女性权利 在女工们不懈努力下 她们终于获得了真正的政治权利 1918年 美国国会成立妇女局 这些女性的奋斗和奋斗 也改变了美国性别政治的走向 100年后的今天 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已经不多了 实现自我实现不再是一个奇思异想 城市化的趋势 使单身生活更加便捷 适合单身人士居住的小公寓比例 也在不断增加 便利的餐饮连锁解决了一日三餐 洗衣房 快递 家政服务 全方位支持单身生活 人们越来越不需要伴侣的帮助和支持 这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依赖性 这是第二部分 我们回顾一下城市化 对女性单身带来的种种条件 从经济基础上讲 都市化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 在主观意识方面 城市精神提供了人们寻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精神土壤 如果说女性单身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单身女性继续发展下去 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社会需要做什么准备 这是第三个问题 如果很多女性选择单身 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 生育率下降是肯定的 与不结婚相比 人们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挑战更多的是 担心女性晚婚晚遇不孕 会对人口结构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性影响 晚遇使家庭子女数量减少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 不孕的几率会增加 孩子的染色体异常和发育异常的风险也会增加 请注意 高学历单身女性并非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 但在经济发达地区 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位 20世纪50年代 美国社会曾把女性的成功归咎于生育子女 大力赞美母性的光辉 现在这种想法 恐怕已经不管用了 当代职业女性非常清楚生育会带来怎样的职业停滞不前 争分夺秒 精力消耗 相比较而言 人口红利对于个人来说 对于国家和社会稳定来说 实在是太遥远了 不仅如此 当代女性不再只想做母亲 她们更希望成为自己的一员 所以在生孩子这件事上 有些女性主观上并不想生孩子 而是想要实现自己 但是有些女性 尤其是单身女性 她们想要生孩子却不敢生 一是生育成本太高 需要考虑到自己的时间 精力甚至是财力是否能够负担得起 二来 很多国家都有限制单身女性生育 她不想生孩子 那是她的自由 对于那些想要生孩子 却又因为顾虑太多 而不敢生育的单身女性 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吗 瑞典的做法 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瑞典七十年代后期 开始实行婚姻制度改革 同居关系的法律效果得到广泛承认 通过相关法规保障非婚生子女 和妇女的社会权利 三十年之后 受此政策影响的女性 陆续进入生育年龄 现在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女人 都是同居或者是单身母亲 由此可见 不生孩子只是自由的一面 而另一面 则是自由的生育下一代 这一观念的革新 不仅使女性在操作层面上 享有一定的生育福利 也为女性自主选择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关键是如何打破传统男权 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与尊重 其实 制度上的问题很好解决 但生孩子只是第一步 二十世纪初 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鲁迅先生曾提出那拉出走后的情形 离开之前 那拉考虑的是觉醒自由尊严 那她离开之后 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 单身母亲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吧 据美国人口统计局调查 2006年18岁以下 未成年人中约四分之一 与单身母亲同居 虽然非婚生育越来越普遍 但仍有66%的美国人认为 单身妈妈越来越多是社会不幸 再者 即便有些女性想要生孩子 光有勇气面对社会舆论还不够 还要面对种种 现实抉择和经济问题 作者利贝卡在书中的一些访谈 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时尚杂志编辑特雷莎·马雷罗 35岁时与男友分手后意外怀孕 她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于是毅然决然地做起了单身母亲 但现实中难以调和的问题接踵而来 一天工作15小时 没有伴侣 没有家庭支持 根本没办法照顾孩子 最后 特雷莎不得不辞去工作 搬到了弗吉尼亚州 那里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生活拮据似乎是大多数美国单身母亲 面临的问题 在有孩子的家庭里 已婚夫妇的经济状况 明显比单身家庭要好 只有8%的已婚夫妇 处于贫困线以下 而单身家庭则接近40% 单身妈妈的贫困率比单身爸爸高出近一倍 尽管现在的社会正朝着对未婚父母 更加宽容的方向发展 但对于单身母亲来说 梦想是件好事 而不是金钱 对于生育 很多单身女性都有一个缓冲地带 那就是卵子 对于一些女性来说 冷冻卵子技术简直就是一件性事 将卵子冷冻至零度以下 使其生物活性停止保存 找到合适的男人后 再进行冻卵受精 从而延缓生殖衰老 有些女性选择冷冻卵子 甚至称这是世上唯一的遗憾 但是后悔药也不是万能的 而且价格也很高 冻卵的代价很大 不只是冻卷几万美元的手术费 还有昂贵的冷冻保存费用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阶段 冻卵生育的成功率并不高 卵子冷冻 复苏 受精 移植 最后成功受孕的几率 只有4.5%至12% 虽然卵子冷冻技术 可以延长女性的生育年龄 但是一旦错过了最佳受孕时间 这种技术也就失去了作用 专家指出 最适合提取卵子的年龄 在20至30岁之间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 冷冻卵子的成功率就会直线下降 所以 要想让这场动乱 成为一项有效的商业选择 它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 它要降低成本 让普通人买得起 其次 女人要在育龄的时候 做出选择 这是第三部分 女性单身潮 给社会带来的种种新问题与挑战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 单身女性已经成为全球趋势 而这种趋势的主要群体 就是那些对经济 婚姻 婚姻有一定要求的女性 她们比上一代更加积极地追求自我 对于平等权利的诉求也更为明确 面对日益成熟 日益壮大的女性公民群体 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单身女性的问题 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里不只是经济上平等的就业机会 同工同酬 还有更开放的婚姻形式和生育福利政策 比如 是否允许未婚女性自由生育的成本降低 单亲子女的利益如何保障等等 同时 它也呼唤着社会结构的变革 让社会制度朝着更加开放 多元的方向发展 但是 最终女性是否结婚 是否生育 不仅仅是爱情核性 也不只是女性单方面的问题 它挑战了大多数人的固有观念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 单身不仅是一种生活的过渡状态 更是一种多元的生活方式 好吧 现在是单身女性时代了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就由我来告诉你吧 第一部分是对美国单身女性现状的认识 她们是自由的 独立的 有自我追求的 与人们传统上 对大龄圣女的偏见相距甚远 第二部分对单身女性的起源 进行了追溯 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美国女性在经济上的地位 和自我意识也得到了增强 现代都市体系的完善和多元化 进一步降低了女性 对传统家庭的依赖性 为女性单身潮的出现 创造了条件 最后谈谈单身女性的未来 单身女性对社会的挑战 越来越大 如何使女性愿意生育 如何创造更好的生育技术与环境 是未来社会必须面对 并努力解决的问题